好的我们时间差不多 然后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这一场来听我 来聊一下关于在我个人角度来看 KBS这十年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然后以及我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 OK因为为什么非常感谢大家呢 就是因为这一场它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偏向于技术的内容 对然后会花费大家一些时间 对非常感谢 OK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一场吧 然后其实PPT并不重要 PPT不重要 对大家然后这个PPT内容里头 其实我也没有写什么太多的东西 然后我们主要大家可以听我聊 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举手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直接沟通 好的OK这是一个比较和之前来讲 比较不一样的形式 OK那么还是例行的 在开始之前还是简单的做下自我介绍 然后以防大家不太认识我 然后我们见了命之后可以打个招呼 OK 然后我是John Tao 现在在Kong 然后我是KBS Ingress NGX 项目的Maintainer 也是乌远的MVP 是CNCF的Methodor 也是Lanes Foundation亚太区域的开源步道者 下面是我的Github的地址 以及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叫做Molav 对然后这边是我个人的二维码 大家如果兴趣的话可以扫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加个微信 点赞之交 OK好的OK然后呢那么其实在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我进入容器的这个领域的话是在2014年 201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呢 2014年大家知道Docker在2013年的时候出现了 对吧然后在PyCon上面 对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在DockerCon上面 然后Gubernetes出现了 对然后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2014年其实这个时间点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时间点 OK然后呢我们的历程呢实际上是这样子 就是我实际上一开始的话呢 我是在KBS从KBS开始的 对2014年 然后呢在我一开始进入到这个 Docker社区或者说进入到这个容器的这个领域的时候 Docker当时处于一个V009的这个版本 为什么这么 为什么记忆这么深刻呢 就是因为 0.9的时候大家知道 就是0.9它是一个非常 相对来说不太稳定 因为它是2013年的时候出现的嘛 对 然后它其实不太稳定 而且在Docker一出现的时候 它底下的 它底下有一个运行石 就是用来创建容器的这个运行石 创建容器的这个运行石其实不仅仅是Docker Docker底层它其实用的叫做LXC 然后其实LXC在现在的话 它还仍然是存在的 只不过用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 而且在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容器 容器技术并不是Docker首创的 在Docker之前 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多容器技术 就比如说像LXC 对吧 就是Docker一出现的时候 它使用的这个底层的容器运行石 它是在2008年 对 然后从08年到13年 这五年的时间 LXC并没有普及开来 但是也有很多人注意到它了 而且它自己也尝试去做一些努力 就比如说LXD 然后但是大家很多人对这个东西 它其实并不了解 为什么 因为LXC不好用 很难用 对 然后我曾经有幸在公司的生产环境 用过一段时间 对 然后不知道谁做的这个技术选行 然后很坑 OK 然后那么Docker的出现实际上 带来了很多影响 就比如说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直接Docker run一下 然后来去再 就是Build once run anywhere 对吧 然后这就是Docker一开始的slogan 对 然后OK 然后呢在我进入到 开始使用Docker的时候 Docker 0.9这个版本 它使用的是刚才提到 是用LXC作为它的这个运营时 然后呢 在0.9的时候 它开始把这个LXC开始替换掉 叫做Lab Container 对 Lab Container这个东西 大家其实听起来可能也有点陌生 但是想必大家在现在应该都听过 比如说像ContainerD 像RunC 对吧 然后这些东西大家都很了解 那这个RAN-C是怎么来的呢 RAN-C实际上就是Lab Container 把它其中的这个最主体的部分拆出来 然后捐给了OCI的这个组织之后 就出来这个RAN-C 然后它上层封装的那些东西抽出来之后 捐给了CNCF变成了ContainerD 然后对 基本上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我是在使用了Docker几年之后 我们开始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头开始用Cubernetes 然后呢 这是从2016年的时候 在2016年同样的 在2016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2016年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当时大家都在谈什么 都在谈比如说这个容器编排之争 对吧 那我们聊到了就比如说像这个K8S 像这个Mysos 对吧 然后还有Swarm 然后在2016年这个时间点呢 也非常关键 对吧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就打得正火热 OK 然后呢 我是从这个2019年的时候呢 我开始更新这个K8S生态周报 然后这个是一直在我的博客和公众号上面去更新的 然后持续了五年多的时间 然后对 不过最近的半年是断更的状态 对 就之前持续了五年 然后最近断更 对 但是我打算把它捡起来 像这一次我回去之后 我就会把它先发一片 OK OK 然后呢 在此外呢 就是我 很多人认识我 可能是因为 不仅仅是我 因为我在这个社区当中 然后另外一方面 也是因为我在不停的 在很多这个会议上面去做一些步道 然后从我 从业到现在吧 然后我基本上 我那天就写PPT的时候 我大概数了一下 应该有一百多场 这个 关于原源生相关的这种技术的分享 对 那无论是线下的 还有线上的 基本上一百多场 OK 然后呢 此外呢 底下就是有一堆大会 当然有很多大会了 然后就比如说大家熟知的 就比如说DockerCon EastDockerCon CooperCon 等等等等等等 这种课 这样的大会 然后讲了很多次 OK 然后 OK 那么回到最开始 就是一切的开始 其实都是从2013年开始的 对 然后Docker Docker开始了 然后因为这一场我们其实聊的是KBS嘛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关于Docker的部分 我不会聊 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 但是大家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 在PyCon上面 然后Docker发布了 对 发布了第一个版本 然后在这个版本上 在当时在这个活动现场 然后 演示了一下 演示了一下 这个Docker是如何DockerRUN一下 然后去执行 去启动一个容器 然后怎么样去工作的 对 然后Docker出现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 大家对于这个技术 非常的 推从 对 因为大家在追捧这样的技术 为什么呢 就像我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跟大家有一个panel 对 然后 我当时跟大家举例子 我说 像我们 昨天的一个panel 我们在聊service mesh 对 然后我当时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 像Eastio的这个ambassador mesh 然后为什么 它从这个Sitecar 变成Sitecales之后 很多人都会去关注它 然后其实我认为 它和我们这个容器技术的 一个发展是差不多的 因为一开始 我们在一台机器上面 我们去 一台机器上 如果去部署应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可能会出现这种冲突 对吧 会出现这种资源的一些 资源啊 端口的一些冲突 对吧 并且如果有 这个机器有问题的话 然后我们就会 发现它的这个爆炸半径比较大 对吧 然后所以我们就 去使用像这种虚拟化的技术 创建VM 对吧 然后每一个VM 可以 可以部署自己的应用 然后彼此进行 彼此进行这个独离 彼此进行这个隔离 对吧 然后呢 但是我们会发现 在这个VM上面的话呢 它消耗的这个资源比较多 因为它每一个VM 都有自己的Guest OS 对吧 然后它每一个这个OS 都需要去花费一些资源 然后呢 所以 Docker出现了 就是以Docker为首的这种 容器化技术出现了之后 我们发现 我们可以去抛除掉 这个Guest OS的那一部分开销 大家可以共用一个内核 去运行 然后你会发现 诶 成本降低了 对吧 然后所以像 这个Estill 这个Ambassador 这个Mesh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就是Surveilless到 从这个Sitecar变成Sitecarless 然后其实效果差不多 对 然后那么回到 回到我们的正题 就是Docker的出现 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 就是一个就是因为 刚才提到的 就像从VM到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共用内核 对吧 然后我们其实是在解约成本 然后并且呢 我们去解决了 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有些东西 在我机器上运行 在你的机器上面 运行不了的这个问题 对吧 它解决了一部分 对 然后但是当时 在这个演示的这个过程里头 大家听完之后 听完这个分享之后 大家都发现 这个技术好 对吧 因为当时演示嘛 对吧 然后它只是 是一部分场景 对吧 并不是在大规模的 生产环境使用 所以我们认为说 确实是 听起来确实是 我可以使用一个 写一个Docker 对吧 然后我build完之后 我在这个 其他的机器上面 就可以去运行 对吧 然后可以解决这种 在我环境当中可以运行 在你环境当中运行不了的 这种的问题 对吧 然后呢 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 Cubernetes出现了 Cubernetes出现了之后 我们发现 Cubernetes发布 它是在这个 Docker上面发布的 在Docker上面 它发布的 它的最主要的 或者说它关键宣言的信息 是什么 就是我是解决 大规模场景下面 就是多机器 就是多主机上面 去编排Docker容器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对吧 这是2014年 Docker 这个Cubernetes出现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线的推移 就是Cubernetes的出现 在这里 我并没有聊说 Cubernetes出现之后 它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先跳过 因为稍后会介绍到 在2015年的时候 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时间线 我们发现 在2015年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OCI这个组织 就像我们一开始 我点到的就是RunC 对吧 OCI的出现 其实OCI的出现 OCI到发展到现在 OCI一共有三个规范 然后一个是Image 一个是Runtime 还有一个Distribution 对吧 然后它其中的 就像这个Image和Runtime 是一开始 就是Docker 当然成立的时候 这就是在当时DockerCon 2015年的时候 现场的一张照片 对 成立这个OCI这个组织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么多厂商 对 然后很多人都了解 然后在上面的展台上面 大家应该也有看到 对 然后呢 但是大家发现 当时这个ImageSpec 和这个RuntimeSpec 主要是由Docker贡献的 所以很多人会忽略掉一个东西 是CoreOS CoreOS其实它是一个 很老牌的一个 它是不能说很老牌 就是历史很悠久 对吧 在我们的这个容器圈的这个历史上面 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 对 然后所以这边 我们来缅怀一下 这个CoreOS 它其实也有一套规范 叫做App Container 对 然后呢 它的这个App Container 实际上是和DockerImage 它是一个不一样的规范 但是同样的是去做这个容器的 打包构建的相关的一个规范 对 但是我们会发现 当时实际上是两派 一派在支持Docker 而且因为Docker 2013年发布了之后 非常火热 另外一派就是像 Red Hat Google 然后都在支持的 都是CoreOS的这个App Container 对 App Container这个规范 但是你会发现 同样的要推行这个容器化技术 你是有两套规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事情很难搞 对吧 因为大家站在了这个对立面 二者只能选其中之一 没办法同时兼容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发现 我们不如搞一套统一的规范 搞一套统一 当然这个过程里头 其实有很多的纠葛 纠葛的部分 我们就先不说了 我们说点好听的 好听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要搞一套统一的规范 这样可以有助于 我们的这个容器技术的发展 所以就出现了 就说 在这个LINSE基金会的推动下面 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 叫做OCI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当中呢 让Docker把自己的这个容器镜像打包的规范 以及它的这个容器运行时的这个规范 捐过来 然后呢 COS的APP container的这个规范 作为一个补充 补充进去 然后放进去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然后放进去了之后 大家就发现一个事情 规范已经定了 那么接下来我的这个运行时 我就不再去绑定到Docker上面了 我就可以有其他的一些规范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所有的这个 只要我的这个规范定了 那么大家去实现这个运行时的时候 你只要遵守这个规范 去实现就好了 无论你是Docker也好 然后还是其他的也好 就比如说现在 像比如说Postman 对吧 然后还有包括 前些年CNCF当中 有一个项目 就是这个RKT 对吧 Rocket 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归档了 对吧 然后所以同样的面团一下它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发现规范定了之后 我们可以去自己去实现不同的这个容器运行时 然后同时 对于这个K8S的一个生态来讲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因为在K8S一出现的时候 容器运行时只有一个 就是Docker 所以它只能默认支持Docker 在后来 因为容器的这个规范 OCI组织成立了之后 规范定了 所以容器的运行时变多了 就像现在 我们可以用底层这个运行时 我们可以是一个RenC 然后我们甚至可以换成CRen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用ContainerD 我们也可以换成这个Cryo 对吧 然后就是其实 根源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个时候是一个开始 OK 然后呢 在2016 这个是2015年 对 2015年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CubeCon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CNCF CNCF的出现 它实际上也是在同一年 但是它比这个OCI要晚那么几个月 OK 出现了之后 这个CNCF出现了之后呢 它做了一些事情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就比如说我们去 复化一些项目 对吧 然后这里我主要列了几个 就比如说 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列了这六个呢 因为这六个其实对于我们的目前的这个CubeS整个生态来讲 是非常核心的几个 而且其实说白了 真的在这六个项目之后再毕业的这些项目 说实话就是 比较重要 但是感觉也没有那么太 没有那么太重要 对 然后当然这里不能说太多 对吧 然后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这六个非常的重要 然后它奠定了我们整个KBiS的这个生态 以及CNCF对于所有这个毕业项目的一个基本的生态 OK 当然这里我会具体来聊一下 在KBiS当中我们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其实对于KBiS来讲的话 我们有很关键的点 除了从这个2014年 它发布了之后 在2015年 它发布了这个1.0 发布了1.0之后呢 其实大家认为它是一个处于一个 基本可用的一个状态 但是事实上 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问题 只不过可以解决大多数的场景当中的一些问题 其次呢 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在Combinities当中 我们知道就是在进行这个授权的时候 大家通常聊到的两种 一种是RBAC一个是ABAC 对吧 然后在KBiS当中 其实也是一开始 ABAC是支持的 但是后来 从2017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变成了RBAC 对 引入了RBAC 然后ABAC逐步的被弱化掉 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 就是2018年的时候 是这个V1.13 然后CSI开始进行GA 然后并且呢 把原先默认的这个COOPA DNS 然后替换掉 变成了COIS 对 然后 对 这是非常关键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原先 我们在这个KBiS当中 我们的这个DNS 原先是叫做COOPA DNS 对吧 但是实际上里头有一个DNS MushQ对吧 然后 但是DNSMushQ 它其实并不是为KBiS设计的 也不是为这个生态设计的 对 它是一个 比较基础的一个组件 只不过是一开始 被KBiS选择使用了 对 然后所以 后来COIS变成了一个默认的选择 对 然后OK 然后在2019年 其实在我看来的话 2019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因为2019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CRD 就是1.16版本的时候 我们CRD开始进入到GA的一个状态 从2019年这个状态开始 我们发现在KBiS生态当中 出现了越来很多很多的项目 就包括 我今天好像看到有一个 Crosspline的那个展台 好像有在这边 对 然后就像类似这些平台吧 然后像甚至像包括 很多其他的吧 就是大家在那边展台上面 可以看到的很多的 在KBiS上面的项目 大家都是用了CRD的这种方式 去进行拓展的 但是如果 KBiS的这个CRD没有GA 那么大家这些都无从谈起 对吧 所以说它非常关键 而且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在2019年 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中国办Crosspline的时候 是在上海 对 我清楚记得 当时我在台下 然后有人在台上讲 我们在1.16版本 然后我们的这个CRD 要进入到GA了 对 然后非常大家都非常激动 OK 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呢 我们把DocSIM 然后从KBiS当中去废弃掉 这个事情其实闹得比较大 对吧 因为很多人都聊说 我那Docker是不能再用了 然后大家认为说 这个Docker已经走入 走入末路了 对吧 对 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 我们C Group和VR 进入到GA 然后并且这个CEL的这个特性 进入到Beta级别 在2023年的时候 VPA 对 然后还有NodeSwap 进入到Beta Sedicar Container 然后等等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 这是一个主要的 在KBiS当中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 但是在我这边来看的话呢 我认为 除去 大家可能需要了解 除去它的一些变化以外 其实我认为 真正核心的部分 不仅仅是它的那些变化 其实我觉得 有很多的一些 不一样的点嘛 就是说 KBiS其实之所以 能够发展到现在 其实很多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它 整体的一个设计 和它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节奏把握的 相对来说 我认为是比较好的 因为像我们来看 就是CII 为什么要聊CII呢 就是CII 其实我一开始 一开始花了很多时间 跟大家来聊说 OCI这个组织出现了 对吧 那么CII的这个 CII的这个出现 它实际上 它必须是在 OCI组织出现之后 它才能做 对吧 因为它要首先 先有一个规范 如果没有规范 那么你就没办法 对它去做标准化 没办法对它去做抽象 对吧 所以它是在这个 2016年 就是V1.5之后 出现了这个CII 因为规范已经有了 那这个时候KBS当中 就可以自然而然 去做这个抽象了 做完这个抽象之后 OK 然后我们就发现 KBS它就不再仅仅支持 一个Docker 作为它的容器运行师了 它可以支持RKT 对吧 然后就把这个Rocket 也放进来了 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发现 不仅有了这些 不仅有了Docker 然后Rocket 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ContainerD 也把它放进来了 在2018年的时候 CRIGA了 GA了之后 这个时候发现 Rocket用的人不多 然后 当然Rocket的情况 是因为COS也被收购了 对吧 然后也没有人维护了 然后所以 在2019年的时候 Rocket被archive了 对吧 然后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 逐步的把DockerShame 把它给提掉 你会发现 基本上大家认为 就是从时间线 如果我们把这个 把CRI相关的这些事情 你把它按照这个时间线 列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是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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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逐步的设计过来的 对吧 然后它对于 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态来讲 它其实非常的关键 如果 比如说如果一开始 没有OCI这个组织的成立 然后 那么就不会有CRI 如果没有CRI出现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说 从这个Docker 然后到ContainerD 然后到后面 把这个Docker替换掉 然后变到现在的 包括是ContainerD 包括是这个 Kreo等等等等 对吧 然后所以我认为 它的其中的一个 做的比较正确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这个标准化 包括这个 就其中 当然这个标准化当中 最最最核心的 我认为就是CRI的这个部分 对 然后呢 其实除去这些以外呢 我们来看 就是除去这个CRI以外呢 其实我们还知道 在KPS当中 我们还有很多的规范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CSI 然后我们的CNI 对吧 然后像在我们的这个CSI 的这个过程里头 实际上你会发现 对于CSI 它做的这个事情 它其实基本上 就可以认为是 在CIA上面取得了这个成功 我们有了这个经验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 复刻这个经验 你会发现 在KPS当中 我们最早的时候 我们支持很多种 不同的这些 存储组件 对吧 支持很多不同的存储组件 而且它需要有不同的团队 或者不同的人员 去进行维护 成本是非常高的 而且甚至包括一些 云厂商上面的一些存储 然后我们都是 需要有专人 通常情况下 都是这些云厂商 对应的团队 就是做Upstream的 一些团队来去做 你会发现成本很高 但是由于在CII上面 我们所取得的这个成功嘛 然后那么社区当中 想延续这个标准 那么我们就抽象出来 这个CSI 抽象完这个CSI 你看有了标准之后 然后大家会发现 我们需要逐步的 把一些插件 替换成CSI的一些标准实现 然后又把一些 英锤 就是树内的这些 树内的原先的 这些存储组件 慢慢的再把它给 剔除掉 然后再把一些 Cloud Provider的这些代码 从这个营锤当中 移除掉 对吧 整个的这个过程 做得比较丝滑 对吧 就因为 因为你看 它其实 发展的这个过程吧 比CII的那个过程 CII从一开始嘛 我们从2016年 到彻底把这个Docker 移除掉 对吧 然后花了四年的时间 但是你会发现 从CSI出现 然后到我们把所有的 这些存储组件 标准化 然后以及把其他的 一些代码移除掉 你会发现 这个时间很短 对 然后另外就是CII CII其实这个过程 同样的 有了刚才 我们所讲的 这个CII和CSR 这个过程 CII其实也是类似的 基本上是这样的 对 然后所以 这是我们的一些经验 就是当我们发现 我们再去做一个 开源项目 或者说我们再 运营一个社区的时候 如果你对 其他的一些组件 有所依赖 但是这个组件 它偏偏又不是 你的 你所能控制的时候 OK 那我们最正确的 做法是什么 先搞一个标准 对吧 搞完标准之后 就可以把它给 替换掉 对吧 然后对 基本上是这样的 一个过程 OK 然后其次 我们另外一个经验 是什么 就是在一开始 KBiS 我们的发布 周期是三个月 每三个月一次 每三个月发布一次 然后一年是四个版本 对 然后呢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 大家在升级的 这个过程里头 大家都觉得很痛苦 因为每一次版本 都会包含一些 break change 对吧 然后还会有一些 新的一些特性 对 然后还会有一些 安全更新 等等等等 就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然后呢 大家想要去真的 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环境 紧跟着上游的 这个发布周期 去进行升级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痛苦 很难 对 然后所以 这就导致了 有一些公司 或者说一些环境当中 大家在用的这个版本 比上游的 所支持的这个版本 可能 一开始还是跟的 慢慢的越来越 越来越来越落后 对 耗费的这个时间 就会越来越多 然后所以呢 社区当中也是考虑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动态的 调整这个发布周期 因为我们的这个发布周期 它并不是一个死的 对吧 它其实是 大家可以去 去进行沟通的 对吧 我们发现 用户跟不上我们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 发布周期 调整一下 对吧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发布窗口变长 而且这个和我们整个社区的 这个维护者的一个力量 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我们发现 就是在每一个版本的时候 我们都会创建一个新的 release team 然后我们在这个 release team当中 会做很多的事情 然后包括有一些 shadow 比如说有一些 CI signal 然后等等等等 对 你会发现事情很多 然后所以没办法 没办法 所有人都有这些时间 去做这些事情 对 然后所以我们把这个 发布周期从每三个月一次 我们调整为每四个月一次 对吧 成了每四个月一次之后 我们就发现 我们大家相对来说 轻松了一些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用户呢 我们也有了更多的时间 可以去测试一下 这个新版本当中 我是不是可以 我这些功能 是不是我所需要的 以及它在我的这个 集群里头 或者说在我的这个环境里头 它是不是稳定 是不是可靠 对吧 然后有了这样的东西 对吧 然后其次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持续的演进 持续 所谓的这个持续演进 其实对于KPS来讲 不停的 大家在不停的加功能 对吧 除去不停的加功能以外 也是就包括 像我刚才提到KPS当中 的一个很核心的部分 就是像我们在2022年的 这个C group 对吧 我们C group到GA 为什么 就是其实我们去看C group C group它和Linux内核是非常紧密线连的 对吧 然后呢 但是你会发现C group的它的整个的这个推动的这个历史 你会发现它是和这个KPS生态或者说容器生态紧密相连的 反而是由KPS这边去主推 然后导致了这个C group 你会发现C group再往前走 对 因为包括你像在这个 呃 我们在呃 像容器的运行时 对吧 然后呃 像KPS上面的比如说它的这个Coplet 像KPS自身等等等等 相关的一些组件 然后其实它在不停的去 主推C group 然后导致呃 你如果想要现在想要去部署一个呃 在在在Linux环境当中想要去部署一套KPS 那么你会默认选择去使用一个C group VR的这么一个环境 而不会选择用C group V1 对 然后所以这也是持续演进的一个过程 然后其次呢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说 KPS其实发展了这么久 然后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功能 其实已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哎 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引入了一套CEL 对 CEL CEL其实是一个表达式语言嘛 对吧 表达式语言 你会发现 原先大家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去做admission的时候 大家可能比如说已经 基本上可能思维已经固化了 要不然我自己去写一个admission controller 要不然我可能去用这个OPPA 然后或者说我用这个 对吧 然后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发现从2022年 CEL引进来了 并且还在很快的一段时间 我们把这个 比如说这个 一些一些 一些admission policy什么之类的东西 给它主播的替换掉 PSP等等东西 替换掉了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比较快的 也就是它引进的一个过程 对 OK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在它的这个生态当中 其实我们发现 这是一个landscape对吧 CNCFlandscape 大家其实去看这个东西 其实没什么价值 对吧 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它没有什么价值 因为它就在 就在CNCF的那个landscape当中 对吧 然后只是我随便结了两个部分 为什么我得要结这两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会发现 在CNCF这个生态当中 你会发现 有两个部分 就是在我看来 它有两个部分发展的非常快 然后也是大家接触会比较多的 一个就是CICD CICD的这个过程 你会发现 很多不同的公司 会选择不同的产品 或者选择不同的工具 对吧 然后但是你会发现 CICD我们都需要用 对吧 然后很多人去做融气化 去做KBS 去往原生上面去走的时候 做的第一件事情 我先把我的这个业务 去打包一个融气镜像 对吧 然后我接下来去选择一个工具 把它发布到这个KBS当中 对吧 然后通常情况下 大家可能去用的打包工具 可能是Docker 对吧 然后发布进去的时候 我可能用Helm去进行部署 对吧 然后基本上大家选择 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生态当中 其实可以用的工具有很多 对吧 大家要选择的东西也很多 很多人其实在选这个东西的时候 很难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说 我选择哪个就一定对 对吧 很难 你说 有些人选择 比如说选择Argo 我们发现 Argo是一个非常全能性的工具 就无论说 大家说去用这个 Argo CD也好 还是说大家直接去用Argo Flow也好 对吧 然后你会发现 能做的事情很多 实现我们的需求 可以实现吗 都可以实现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比如说我的数据量很大的时候 有可能会导致我的这个存储的压力比较大 对吧 当然也有一些办法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卸载到外部的这个database当中 对等等等等 对吧 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另外一个选项 比如说Flex 对吧 Flex CD 然后你会发现 Flex CD也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想不到的说 有一天 这个Flex CD 它背后的这家公司突然倒闭了 对吧 就是像之前 对吧 突然倒闭了 那么选择了Flex CD的这些人 就有点慌 对吧 因为背后的这个公司倒闭了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开源项目可能 就包括它的主成也走了 对吧 你会发现 很难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很慌 就是我的选择到底对还是不对 这都是都是一些问题啊 对吧 虽然我的这个生态 大家看见 生态发展的是非常的繁荣的 但是交给用户的这个选择变多了 而且没有人告诉我们说 什么选择是对的 这是我这是我认为 在我们这个Flex这个生态当中 我们虽然生态发展的好了 但是对用户来讲 我们造成的这个困难变多了 一件事情 对吧 其次除了这些以外呢 我们去看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的这个应用 给它交付出去 交付出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除了刚才的那个CICD以外 我们就是打包构建的工具 对吧 无论说比如说Hamchat也好 然后像这个Customize也好 对吧 然后或者说这个Buildpack也好 对吧 等等等等 你会发现有很多 但是大家可能会想 就是说 以前一开始有很多人去推 重选这个Customize 对吧 但是用了Customize的人 一开始在 比如说在CubeControl当中 我们集成了Customize 对吧 当时就很兴奋 说Customize就是未来 什么Helm之类的 都不要管了 对吧 我们都不用去理他了 但是你会发现 最近的版本里头 Customize被踢掉了 对 发现不行了 这个时候大家又想说 又会想起来说 如果我当时选择Helm 也许就对了 但是又会有一些人就想 我这个Helm这么多年了 从Helm V2 虽然变到V3了 但是V3持续了这么多年 当然 我们最近在今年上半年 KBS十周年的时候 Helm维护者团队 给了我们一记强新增 说我们现在正在计划V4 其实这句话我在大概就是 20年前后 我跟其中一个维护者聊天的时候 他当时就跟我说 我们在计划V4 现在2024年 他还在计划V4 对 然后现在还没有看到 对 然后所以呢 其实今天我在这里 也跟大家聊这么多 就是聊了 比如说Docker的出现 OCI的出现 CRR的出现 然后以及说在 我们这个整个的 这个KBS生态当中 我们所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同时我们看到了 他的生态的繁荣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们有一些 学习到的好的点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的这些标准 我们可以先通过制定标准 然后去 让我们的 让我们自身吧 让我们的自身 变得更加的可靠 对吧 然后健壮 对 然后呢 同时我们也有一些 做的不好的事情 就像比如说 我们的生态虽然繁荣了 但是用户 却觉得比较麻烦了 当然我在这里 本来我当时想说 我要不要把 像这个Multi Cluster 就Cuba Feed的这些东西 写进去呢 后来想了一下 我可以直接说 我就不要写进去了 写进去了之后 其他人看到这个PPD之后 有可能会觉得 这是个什么东西 是吧 对 就是我像包括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Multi Cluster 对吧 现在大家去聊 我们发现 虽然说KBS社区 是一个非常好的社区 然后大家都在群测群力 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不一定能够做对事情 对吧 就像Cuba Feed的对吧 出来死掉 再出来再死掉 然后当然现在 大家推荐什么 Kamada对吧 对 OK 这个部分就不聊了 OK 然后呢 其实聊了这么多 大家听起来 有点像废话 对吧 然后我也觉得 对 但是希望吧 希望今天 大家在 听这个分享的 这个过程里头 大家可以知道说 KBS社区 其实我们是在努力的去做好 然后我们在努力的去完成我们的一些目标吧 对 然后我们希望说 KBS可以更加的繁荣 毕竟这是我们 我们所 吃饭的东西 好吧 OK 然后呢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东西 我们没办法在我们真正把它推向到生产当中的时候 在没办法在那之前去预测说它到底能不能成功 对吧 就像我们一开始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像这种多机群啊 然后还有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大家火热的AI 对吧 然后我们知道在KBS当中我们大家都在正在持续的把AI的一些东西加到KBS里头 这可以让KBS的活力变得更加的旺盛 对吧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里头 同样的也是会有很多的弯路要走 当然最后 最后有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有很多人也问过我说 现在我们的这个KBS到底还能不能选 还能不能做 大家觉得 如果大家觉得KBS还能做的 大家可以举个手 OK 然后大家如果觉得选AI的可以再举一下手 对 两头是两头是不冲突的 不冲突的 就是你选了KBS 同样也可以选AI 选了AI也可以选KBS 对 而且现在其实对于 就像这个观点呢 其实是我一开始在跟其他人聊的时候 回来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是这样举例子的 我说 虽然 大家看起来 大家的关注点在这个AI上面 但是 你会发现 即使像头部的 像OpenAI 这样的公司 然后他在去训练模型 在做相关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的底层仍然是KBS 然后那么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继续去选择KBS 对 然后只不过是说 我们可能在这个KBS 这样的一个基础平台上面 我们需要去做更多的一些事情 OK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非常感谢大家时间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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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